说起黄河 相信小伙伴们都不陌生 它是我国的第二大河 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被国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 但是小伙伴们知道吗 黄河的源头竟然只是一个全眼 只有碗口半大小 下面跟随小微一起去看看吧 小伙伴们应该都有所了解 黄河的颜色是呈现为黄色的 因此被其名为黄河 而之所以会整条河都呈现为黄色 就是因为黄河的颜色 因为在河水中沉淀了大量的泥沙 并且它还是整个世界上 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呢 黄河的全长大约为5464公里左右 其流域面积十分广阔 大概有75.3万平方公里左右 对于黄河的源头 可能大家所了解到的是在青海 但是具体的位置就不太了解了 其实黄河一共有三个源头 它们分别是在扎曲 约谷宗列奇以及卡尔曲 不过在这其中 却只有卡尔曲才是黄河的证源 而它被定义成证源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成年有水的 并且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干河过 但是和黄河的壮阔有所不同 卡尔曲并不是那种分流不息的河流 而是一条很普通的小溪流而已 它的出水口是一个只有碗口般大小的泉沿而已 它最初的河道 只是一条宽度都没有一米的小溪流 而在流进卡尔曲山谷之后 才慢慢汇聚成一条宽度10米左右的小河流 对于这个源头 最早人们是不相信的 后来为了更好的开发治理黄河 我国对黄河进行了全面的勘察 最后确定了卡尔曲就是黄河真正的源头 真的是无法想象 只是一个小小的泉沿 最后却形成了一条喷流不息的大河 它是大自然送给我们人类的宝贵资源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 珍惜它 让它一直留存下去 好了本期的谈谈微信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